今天要讲这个一个就是比特币啊 比特币就或者说数字或虚拟货币 就是那种所谓去中心化的去中心化的这种 它非根结底啊 如果用一个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啊 它并不是去中心化的 实际上它是中心化的 这个货币实际上它是有捆绑的 它并不是就是说啊 我就是通过算啊 算出了它里面的那个 然后一个去中心化的 先把它用一套算法 这个算法然后算出来之后 哎我不是很懂这个东西啊 就是区块链啊 然后我可以算一下优先声明 然后我就获得这个币值 我可以把我的这个写进去 然后这些东西就是我的 嗯 然后检验一下这个符合这个算法 然后我就获得了这些钱 我认为这种算法设计出来啊 它必然是要和一个中心化的东西给捆绑到一块的话 这个东西就是显卡 就是显卡就是一种一种算力 算力 其实比特币我可以简单来说就是显卡币 就是但是这是一个历史趋势啊 这是global capitalism运动的历史趋势 就是说capitalism它一开始会导致货币超伐 就单个的这个national state nation state 单个的national state 它内在的这个货币超伐 就是一开始只是货币超伐 本身这个钱超伐 然后货币超伐进一步演进到变成什么 就是信用超伐 货币超伐本身就是信用超伐 比如说一些就是我可以说是理财手段的一种又越来越多 或者就是一些投投资手段就是十字的种类越来越多 我不知道叫做什么 工具的超伐 工具的超伐 那么随着工具超伐最后就会有一些磁带 就是这个这个capitalism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基本矛盾没有被解决掉 工具超伐货币超伐工具超伐 那么再往后就会有就是这个时代 我认为就是币种的超伐 币种超伐 币种超伐是绕过了工具超伐 直接币种本身当然也是一个工具 你可以你也可以说比特币不是一个货币 它是一个理财工具 但是我认为它直接是一种币种超伐 因为货币它实际上它的普遍性来自于什么 货币的普遍性 一种货币它具有普遍性 可以代表某种普遍价值 是因为它实际上是通过某种暴力或者权力 通过权力是和什么东西捆绑到一块的 是和一种底层生产环节 一种普遍的一种特质 一种普遍特质 或者普遍的一种生产力 一种普遍的生产力 或者生产某种普遍的生产环节 比如说美元 那就是石油美元 美元 就石油美元 或者不仅说石油美元 可以说是 它不仅是石油美元 它同时是什么 航路美元 它控制整个世界 贸易和资源分贝体系的航路 航路美元 或者石油美元 可以说是石油美元 可以说是安全美元 对不对 另外一方面 它也有一定的可能是和高级技术 就是那种顶尖的技术 前沿技术 未来技术 技术 技术美元 这三个东西 是它捆绑的东西 美元 那我们 那我们就不讲了 我们自己就不讲了 我们自己和什么东西捆绑到一块 就是和某种底层生产环节的普遍特质 就是一个一种币种 越和一个跨 一种币种要成为一种国际币种 它就是它所捆绑的那个底层生产环节 它就要具有什么样 就要有跨国性 对不对 要有跨国性 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货币 它就是和一些 它可能是和一些 就是说 比较可能是一些比较重复的 然后初阶的 重复初阶 那个底层环节 初阶的就是消费 初级消费 就是消费 就是生活消费 我们的币种 其实是和生活消费结合到 就是就是就是劳动力的 劳动力的生物学在生产 劳动力的生物学在生产 就是每天起来 就 哎呦 重复就是初阶脑力 初阶脑力 初阶脑力就是在那个那条线上 那条线上不停的不停的挑 哎这个螺丝已经歪了 我们拧拧 哦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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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口有点有点松 初阶脑力 初阶脑力 哦这个叫装配降配 这个左右前后降对 这些初阶脑力和这些初阶的 或者说一些基本的 基本的一个生命力啊 这些东西是某种货币的 如果这个货币是和这种捆起来 那他基本上是很难国际化的 他的国际化能力是比较弱的 但如果他能够和一些 如果这个货币能够和一些基本资源的 基本资源 基本资源的一种开发 和一种就获取采集 啊结合起来的话 那那也可 如果这个资源的话是一种国际资源 国际缺乏的一种资源 比如说 比如说 我就不说了啊 比如说 就 当然他他他他不仅仅是这些东西啊 就是说他可以和一些电子元器件啊 一些元器件 电子元器件那种 那种 可可靠性什么这些东西 这些基本东西也可以跟他捆绑起来 所以我要这 我要说的就是说货币本身并不是 他的普遍性不是悬在空中的 不是没理由的 他必须要有一个真正普遍的东西 或者说那个普遍性是什么意义上普遍 就是缺缺了不行 什么东西是缺了不行的 那就是生产过程中的一些底层生产环节 缺的不行呢 缺的不行 那我们现在就能看到就是说啊 现在这个globalglobal capitalcapitalism 啊capitalism 他怎么样 他现在他的危机 他要通过超发次贷工具 信用工具 超发工具 他发现会没会会崩的不行的 这个不能拖延危机的 那他怎么办 他直接超发币种 这个币种不是不是由主权国家信用来代言的币种 这个币种是直接和底层生产环节像短路的一个币种 而这个币种跳过了 跳过了nation state的央行 跳过了nation state的央行的 或者说一小撮什么几十万那个精英统治精英 几十万这个精英的一个控制的一小撮 就是一个nation state里面可能就几十万精英 可能就几千号人最后说的上话几千号人 这些人对于这个底对于这个底层生产环节的干涉 他没有 没有 那么global capital 我们不要这些东西 我们直接由这个货币和底层生产环节像短路 那么很明显比特币短路的就是显卡 就是就是显卡是什么 就是图像 图像 还有一些比就是比较复杂运算 复杂运算能力 复杂运算 还有什么虚拟现实构建能力 虚拟现实 还有什么最重要的AI人工智能 AI这个东西 所以比特币为什么会涨 因为他所捆绑的就是AI能力 虚拟现实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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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模拟能力 还有图像识别 还有是建构建构的一个复杂运算能力 复杂运算能力 那么为什么额 global capitalism会会会会堵会会堵这个比特币会涨呢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人类生产模式越来越往 越底层生产环节 所以那些靠人的那种初级的那种初级体力脑力靠人的初级体力和脑力的这种越来越那个因为 老龄化主要工业国家都在老龄化 主业工业国都在老龄化 人都变老嘛 这个东西 而且越来越不核算 你就你去到一些生产单位里面去看看 大量的这种精细操作 其实都有AI机器人了 机器人了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就是未来的生产力 未来的生产力 未来的主导的生产力 那么这种未来主导生产力 只要你赌它会越来越重要 而且这个东西不仅仅有生产物质资料的 不仅仅生产物财富的重要性 它还直接将来就会生产虚拟世界 就是电影啊游戏啊 这些产业 电影啊游戏啊 还有一些甚至人工智能 就是一些文化服务 文化服务 它都需要这种算力 就人类将来石油 可能就是不重要了 能源如果解决掉了 能源问题解决掉 石油不重要 甚至说人类未来石油本身的开采 探测石油的精练加工 都也需要这种算力 也被这种算力所所所主导 所所主宰的时候 那归根结底就是这种算力啊 归根结底就是由这些 呃归基芯片所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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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获得的这种 由这些尽量子级别的 二两压米三压米 快要量子睡穿的那种 这种 这是未来的生产力 未来最主导生产力 所以就是global capitalism 他们就会这个去啊 赌 这个东西将来一定会变得稀缺 这个东西一定是控制整个人类 未来这个社会的一个生产 和再生产的一个命脉的 啊 所以相当于 这一个币种相当于什么 一个币种相当于一个专门 一个专门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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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利用这么个 一个专门的信用即使上 然后这个专门信用市场里面是去工具化的 它是一个初期的信用市场 里面去工具化 没有那些复杂的工具 这个本 这就使得它这些 就像我记得就简单来讲 就是相当于为两大AMD和这个NVIDIA 是这种片我不知道 NVIDIA我不知道 看一下 我靠 我自己NVIDIA NVIDIA 就为这专门给他们搞了两 是显卡价格上涨了 他们自己的出货率提高了 专门给他们募钱 专门让他们快快茁壮成长 快快让你的利益和 快快让你主宰 快快淘汰这些玩意 快快让这种方式主宰整个世界 主宰未来生产力 了解吗 这个比特币 其实比特币总额没多少钱呢 真的在Global Capitalism眼中 这种比特币里面的那些钱 没这么 它是精准低贯 你知道吗 这叫精准低贯 精准低贯 就是Global Capitalism 通过这种专门信用市场 其实就是一个货币 就是一个货币 专门的一个币种来精准低贯 来扶植培养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变成未来的一 未来的一般的生产力 或者叫生产力in general 未来的生产力in general 就这么东西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的话 这个精准低贯会不停的贯 永远会贯的 你们说靠炒币赚钱的那些人 其实在他眼里 用小宝宝 你们只是我精准低贯 就用个自动机放在那边 让他精准低贯而已 让他越来越推进人工智能化 去生物学化 人类生产去生物学化 然后去Nation State的控制 去Nation State的控制 让他直接经由这么一个自动化的体系去 所以这个东西你可以看成是一个 这也是一种运动 这也是一种运动 而且这个运动其实是一个非常浩大的运动 然后这个比特币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的环节 他只是这 这一个运动是可以说叫去自然化 生产去自然化 人类生产去自然化 然后整个甚至人类的所生活的 整个世界都会去自然化 就虚拟现实 虚拟现实 世界的去自然化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由 Global Capitalism所驱动的 他的目的是 而且他想摆脱Nation State的控制 他的目的就是使得他的基本矛盾可以得到缓解 然后使得里面的占优势地位的那些人 永远可以占优势地位 他有这个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目的的 因为他认为这样去搞的话 将来谁控制了算力 谁又控制了一切 他又有这个目的性的 那么算力又和这个比特币做 做这个 做一般的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算力又和比特币又是一一对应的嘛 对不对 比特币本来就是靠算力算出来 所以 等他们想要去接受的时候 他肯定会把币值 因为他不会容许这个币值 他不会容许币值 超出Global Capitalism的掌握 币值不会超出他的掌握 国际Capitalism 国际Capital International Capital 他肯定要能够随时随地 把它都收到 收到自己口袋里面 他养出来的这个东西不能长到 他大了之后 他驯服不了 所以他会 而且他要 他的目的要垄断 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最后不是 不仅仅是Money的问题 这个东西 就是比特币这种东西 最后不是Money的问题 最后他直接和算力捆绑的话 而且他是唯一一个是真正意义上 最就是不受任何 这个National State的控制的话 他一定会 别人不想 不要想染指 他会让那些拥有 握有大量比特币的一些 但是现实财富 不是很大的 然后在其他 其他领域不是很强的那些人 他会把你干掉的 然后夺过来 就是他会把币值会全打下去 或者让你完完全完蛋 崩溃几次 然后一步一步 逐步逐步的把里面的这些货币 也都收归他自己所控制 由他的大型的基金会所控制 或者由他的大型的研发财团来控制 就很简单 这个东西怎么弄 他只要他只要现在控 他只要Global Capital 控制AMD和Nembedia的生产就行了 他只要控制两个企业的生产就行了 控制这两个企业的经营就可以了 你通过控制这两个显卡 显卡企业的经营和生产 还有他的股权结构 只要不要多少钱 不要多少钱 可能几百个亿 几百亿美金就可以搞定了 对于这一整个阶级来说 这算什么 他都是上万亿的 上万亿的 那么搞定了之后 就立刻可以把币值操控他 操控他 然后但是又精准低贯 精准向整个世界 由整个世界来吸取这个money 来精准低贯他 精准低贯他 而且而且这个东西 我觉得不仅仅是一个精准的 精准的弄弄弄钱弄进去 不仅仅是精准的吸引一些 小伞的那些钱 不是 而是精准的 让他们超发超过度生产 叫过度生产算力 让算力过度生产 什么时候使得算力 可以过度生产呢 就是他把币值阶段性的 他会他这个 global capitalism 通过控制这些显卡生产厂家的股权 他可以阶段性的打 所以我说 这个比特币的阶段性的降价 衰退是必然的 他要通过这种方式怎么样 打的他让这些算力变得过剩 就是让这些显卡变得廉价 显卡被那些小伞买了好多 过去要炒比特币 他一定要把他打下 钱打下去之后 显卡就过剩了 显卡过剩了之后怎么样 过剩了之后很便宜 他才能流到生产领域里面去 他才能流到生产领域去 然后去替代 或者说去替代那些传统的生产模式 了解吗 他太贵了 是不利于这么一个计划实施的 不利于这么一个生产的去自然化 世界本身的去自然化的一个实施 他会他周期性的会把他这个价格打下来 显卡价格打下来 然后使显卡 那么过程当中 人们会拼着命的买好大的显卡 拼着命的购买好多的算力 然后接着现在把这个算力打下来 然后让这个算力涌现到生产 生产领域去 让那些比如说一些机器自动化的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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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业 搞人工智能的生产过程 当人工AI的那些产业 他可以批量生购买大量的这个 或者他他在如果他们控制了这个 如果这个global capital 你控制的AMD和Namedia的话 他也会定向扶植一批专门搞AI和机械自动化的一些企业 他要他要推动这整个过程 他要推动这整个过程 那么算力种类的话 肯定不止显卡这一种图像 或者说识别性的这种复杂算力 什么我不知道他就是什么大大分子 还什么的 我不知道我觉得比较复杂 我不太懂 他可能还包括其他的算力 还包括比如说一些 就是不仅仅是显卡 凡是这个未来生产体系里面 会有一种不可替代性的 一个独一的一种一种生产模式 他都会变成一个币种 这个币种可能肯定会不止一个 但是只要抓住这一个主要重大的就可以 他可以推动这整个 这是个领头羊 这是这个计划的领头羊 所以就是你 我这样讲不是说他一定会涨 而是他会涨 然后周期性的跌 涨周期性的跌 涨周期性的跌 但是最后快结束这个运动 通过这个滴贯 他已经基本上已经掌握了这整个的时候 他最后会一下子把这个 把这个权都由他来掌握 他最后的最后会由这个 global capital 一下子把他权掌握到手里面去 一下子会把他壁纸打得好地 然后权掌握到他手里面去 因为这个东西和算力对应 那个时候他们就可以 以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化身 或者怎么样 他可以去 去搞一个international capital 他可以搞international capital 他可以搞international capital 他可以搞international capital 而这个capital我确切的叫做就是算力币 就是算力币 算力币可以用来给什么 他是可以用来给美元借师还魂 美元借师还魂 就是这个东西养在这边 其实他是有主权信用做保障的 其实你真不要以为比特币是这个 比特币什么时候开始大涨的 USA的局势稳定下来比特币就大涨了 就是这个币其实就是你有有有有有有有点像那个就是那个什么 有点像像这个比特币其实有点像就是美元 如果美元是大润完的话 美元是大润完的话 我觉得这个比特币就是大润完为自己找的一个 他想要就是想要就是复活在这个上面去 他就给自己找的第二条命 他的一个人珠利或者我不知道叫什么就是他想要去通过他来复活用的 这个这个这个布局其实很容易看出来 我觉得我觉得看不出来的人才有问题呢 你就是研究研究这个Global Capital怎么运动的话 你能很清楚看到看到这一点 而是你是个辩证为物主义者 你不要去幻想真的有那个什么超越性的维度在 实事求是一点 所有普遍性的维度 他都是要靠底层的他所否认的那个那个东西做支撑的 都是由底层的物质现实做支撑的 不存在真正要否定性的维度 好吧 那么就讲到这边 就讲到这里 我觉得我我觉得我讲的这个还算可以吧 还可以吧 那就讲到这里